先回答腾讯 因为他原本500元就已经有一手了 他说现在应该是先沽了 还是说再追来沟淡他呢? 是的,谢谢你 如果你说以一个的 沟货角度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再看一看一点 就会比较上是适合一点的 因为对于恒指来说 腾讯也是五大的权总股之一 现阶段来说 可能恒指的表现 都是会比较反复一点的 看回他会不会可以在这个礼拜 仍然是守得住21,000点的时候 然后才判断买这个腾讯 沟货会比较上是适合的 但是万一是守不了21,000点的时候 投资者可能就要留意 腾讯就会有机会会收押 是落回去就可能是 355 甚至是350元这些位置 所以就如果你穿了21,000点 可以是看回低过355元 就先效率去沟货 如果你说他守得住 就21,000点这些位置的话 其实都有机会可能是介乎 360到362元这些位置 都有机会可以是沟货得到 所以短期来说 如果小的可能会跌几元 多的话有机会会跌十几元 所以就不用那么急着来沟货的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